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需求的增加 日本电动汽车电池测试仪的容量扩大了 美国分析师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在尼加德审判中 一名投诉人表示羞愧和对职业的担忧阻止了他的举报 印度西津的洪水造成10人死亡 包括23名军人在内的数十人失踪 拜登暗示他有一条绕过国会的途径 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并计划发表重要讲话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奋明用脚投票 前往日本鱼照捕虾照吃 日本希望通过世贸解决中日排海纠纷 VOA怒封 日本政府周三10日4日向北京表示 希望在世贸组织的范围内解决中国 对进口日本海产品的禁令 这个禁令是在日本决定将辅导核电站处理水排入海洋之后颁布的 尽管这次排海行动的安全问题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队的认可 但中国还是坚持认为 将日本辅导核电站的处理水排入海中将给人类造成不可预测的重大灾难 因此为表明中国方面的坚定立场 北京坚持停止从日本进口任何海鲜产品 虽然出口中国的日本海产品在日本整个贸易中的占比很小 但日方认为这一禁令对日本出口商造成了严重打击 因为中国是日本海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日本政府在今年9月批准了一个207亿日元 约1.4亿美元的紧急基金 以帮助海产品出口商寻找新的市场 并为政府购买临时冷冻和储存海产品提供资金 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龚夏一郎 Yichiro Miyashita周三表示 自8月份日本开始排放核电站处理水以来 日本方面一直都在进行积极检测 发现相关海域的海产品和农产品 几乎没有受到处理水的影响 他表示 所有海水和鱼类采样数据都远低于设定的安全限制 日本的这一排放行动引起了许多环保人士 鱼业团体和邻国的反对 但目前世界上由政府直接站出来 反对并颁布禁令停止进口日本海产品的国家 只有中国一个 据美联社报道 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龚夏一郎 会见了马来西亚农业部长 莫哈莫·萨布·莫汉姆斯·萨布 萨布表示 马来西亚没有计划限制日本鱼业进口 他表示 马来西亚进行了严格的检测 迄今为止 还没有从进口的日本鱼类 发现放射性元素 所以来自日本的鱼是安全的 请大家放心食用 萨布对龚夏一郎说 中国的国庆和中秋双节 长假刚刚结束 人们发现 那些在中日排海论战中 紧跟北京步调 愤怒讨伐日本行为的中国民众 内心其实对日本并不讨厌 也不相信官方所说的 有关日本海产品被核辐受污染的说法 他们中很多人 在这个长假期间 不约而同前往日本游玩 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说 日航航班在假日期间 几乎每个航班都在满了中国游客 日本的旅游业并未受到排海事件的影响 百度等中国搜索引擎的数据显示 日本在长假旅游热门目的地中排名首位 美国新闻周刊周四报道说 中国游客用缴投票 让这个国家的官媒环球时报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此前 环球时报预测 辅导核电站的处理水排放后 日本旅游业数据将大幅下降 但在日本开始排海之后 人们发现中国的渔船 还在日本海附近海域捕鱼 捕捉到的海鲜再回中国 上了爱国民众的即日餐桌 随着需求的增加 日本电动汽车电池测试仪的容量扩大了 日经亚洲 日本公司Astack计划 将其内部电动汽车EV电池测试设备翻一番 以应对政府推动国内生产的需求增加 该公司将花费540万美元 到明年扩大到约80台设备 该设备通过反复充放电循环来测量电池的性能 并检测任何异常 Astack还在它位于宇都工的中心提供外包测试服务 评估汽车制造商和电池制造商发送的电池 随着电动汽车生产的增加 对电池测试的需求也在增长 美国分析师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 南华早报 根据智库绿松石集团创始人丹尼尔·罗森的说法 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疲软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5.2%的一半 罗森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源于过度杠杆化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亏损和破产 而该国的出口是2023年增长的亮点 然而 他补充说 中国无法通过出口解决其问题 在尼加德审判中 一名投诉人表示羞愧和对职业的担忧阻止了他的举报 多伦多星报 周三 在彼得 尼加德·皮特·奈格尔的多伦多审判中 一名指控他性侵的女性向陪审团表示 多年来 恐惧 羞耻和担心 这位时尚大亨可能破坏他的职业生涯 阻止了他站出来 尼加德是一家已倒闭的国际女装公司的创始人 他被指控利用自己在时尚界的地位 引诱妇女和女孩 印度西津的洪水造成十人死亡 包括23名军人在内的数十人失踪 半岛电视台 在印度西津邦 由于暴雨导致冰川洪纳克湖溢出 造成灾难性洪水 至少有十人丧生 包括23名军人在内的82人失踪 该地区降雨量是正常水平的5倍 洪水还破坏了道路 基础设施和一座水坝 印度气象部门已经警告 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和航班中断 因为暴雨预计将继续 气候变化正在增加该地区 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拜登暗示他有一条绕过国会的途径 已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并计划发表重要讲话 多轮多星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计划 就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发表重要讲话 他暗示 如果国会继续反对 为基辅提供支持 可能会有另一种方式提供援助 总统没有详细说明 这种替代方法可能是什么 乌克兰援助一直是一个争议点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 反对为乌克兰军队提供额外资金 上周为保持政府运转的协议 没有包括拜登政府要求的 13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 引发了对美国 对乌克兰支持的未来的担忧 尽管如此 拜登表示 对乌克兰援助会得到批准 因为有两党的支持 澳大利亚议员访问台北几天后 新的澳大利亚 台湾俱乐部成立了 澳洲ABC 台湾正在加大努力争取 澳大利亚商界和州议会的支持 以支持其加入CPPPP贸易集团 并与澳大利亚建立更深入的安全联系 包括维多利亚州和南澳洲的几位州议员 在内的50人在维多利亚州议会 与台湾驻墨尔本总领事卢瑞 一起成立了新的澳台俱乐部 在中国继续在国际上 对台湾进行政治孤立的同时 台湾一直在努力巩固与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 更深入的非正式政治联系 分析 习近平的大规模军事清洗内幕 日经亚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似乎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军事清洗 几位重要的军事人物 缺席了庆祝现代中国建国的宴会 其中一个显著的缺席者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已经数周未露面 李是中央军委的七名成员之一 该委员会由习近平主持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试图通过清洗军队中的潜在竞争对手 确保只有忠诚的成员留下来 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军队一直是习近平政治权力的来源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他去年就不可能获得第三个任期的党主席职位 检察官在华盛顿警官被控谋杀曼尼 爱丽丝案中聚焦于视频证据 多伦多星报 视频证据将成为对这些警官的指控的关键 这些警官声称 这位33岁的爱丽丝激烈反抗 但视频显示 她在被袭击时处于投降姿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几则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是日本的电动汽车电池测试设备容量的扩大 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增加 日本公司Astack计划将其内部电动汽车电池测试设备翻一翻 以应对政府推动国内生产的需求增加 这将有助于提高电池性能测试的效率 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接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问题和其他结构性问题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一半 这反映了中国面临的挑战 需要解决过度杠杆化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问题 并寻找其他经济增长的机会 然后是在尼加德审判中 一名投诉人表示羞愧和对职业的担忧阻止了他的举报 这再次提醒我们 性侵举报对受害者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他们需要勇气和支持才能站出来 我们应该尊重并支持性侵受害者 并努力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敢于举报 接下来是印度西津的洪水造成10人死亡 包括23名军人在内的数十人失踪 这次洪灾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应该向受灾者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正在对地球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最后是拜登暗示他有一条绕过国会的途径 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 这引起了人们对拜登政府 对乌克兰支持的未来的担忧 我们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并希望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 共同面对挑战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件和问题 作为观察者 我们应该关注和了解这些问题 并思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变和影响 我们也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